民父 叩见大人 王爱玉 现将你勾结许武 独死亲父一案 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 如有半句不识 罪加一等 大人 我没有杀耿大 是许武杀的 许武多次骚扰民父 强迫民父屈从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他真的杀了耿大呀 大人 黄爱玉 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 我不堪其扰 却也没跟你计较 想不到 今日你却在这里 红口白牙的 血口喷人 我勾引你 你竟然丧尽天良说出这种话 许武 你个王八蛋 化妆 去 你 秦大人明鉴 他虚无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 为非作歹 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 如今他盯上明府 还让明府下毒谋害轻浮明府不从 他偏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 黄爱玉 作为人言可谓不是没有道理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待案情查清之后 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 谢大人 许武 我来问你 你说你没有杀人 那你为什么逃走呢 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 谈何逃跑啊 还敢狡辩 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 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 来人 再证任铁锹链 请 绪武 你作奸犯科 强占民赋 指使你的用人铁脚理 挖坟铐尸 现有他呈堂正供 你可认罪啊 黄爱玉一案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黄爱玉 你确信被徐武器压 但是 不是从犯 可有知情不报之先 死罪以免 活罪难容 现将你收监三年 希望引以为鉴 谢清天大老爷 铁脚理 袍坟绝尸 按律当斩哪 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 现拙发配边疆 多谢大人 旭武 你杀人盗尸 更牵连其他案件 现将你收在监中 待日后查清之后 另行定罪 你杀人 我徐武 在这东昌府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用人无数 官商名流 都是我的座上宾客 在这儿 没人敢定我的罪 好 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着 甭管他是谁 后台有多硬 天网恢恢 你竖而不露 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 来啊 走进 好 清天大老爷 清天 好官啊 真是为了副主啊 你敢撕压良民 好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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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天哪 好官啊 好官啊 好官啊